OK 大家好 我是Nernation 那我們這邊要來簡單談一下字母的發展歷史 那為什麼要談這個呢 我相信大家在背單字的時候 會看到有一些蠻客數的現象 比方說單字A它就有感覺像尖尖的樣子對不對 比方說Apex 或是L 追子 或是Auger 像鑽子 都有尖尖的樣子 那像V的話 單字V的話它常有房子或板子或平面的感覺 那像F它就有Flow的感覺 那你會不會覺得一些懷疑這樣子 就是為什麼它們會有一些這樣共通的現象 或者是說我們在背單字的時候 你常常看到字圓就是說 最後這個字發展發展到的 最原始是一個拉丁字 最原始是一個希臘文 那他們是就是說這個古代人是怎麼造字的呢 其實他們都是有一些 一些共同的概念 或是一些簡單的概念這樣子 如果你可以去了解這個概念的話 覺得背單字的話會比較有趣一點點 甚至會比較容易去理解 但是呢這只能幫助你去輔助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們要等一下講這個系統的話 它並不能解釋 它是一種全部的單字 它只能解釋部分的一些單字 不過它可以幫助你記憶這樣子 甚至可以輔助你記憶這樣子 讓你比較好吸收齁 好 那我們要講這些概念之前呢 我們要先從那個字 它是怎麼產生的 怎麼發展的源頭開始講 首先就是要講到 我們的字母是怎麼誕生的 最早的字母其實是 從古埃及的一些象形文字來的 那時候有24個 可能那時候古埃及人 並不用這些文字來標示他們的speech 因為這些字啊 其實是 算是聖書體 那通常只能用於 寫這樣子喔 那 而且你可以看喔 下面這些字啊 呃應該說符號這樣子喔 它並沒有代表母音的部分這樣子 你看 像gfv這樣子 呃 jmhq 那 在原始的這些 字母或是符號中 它並沒有代表母音 所以 其實 這還不算我們現在的 單子 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 圖片 這就是 可以看到 希臘的 應該是 象形文字 或是聖書體 這樣子 好 那 我 我有講過一點點 希臘文的概念 這樣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下 當然 那個 歷史發展過來了 後來 就有 Phoenician Script的出現 這樣子喔 那Phoenician叫 中文叫做 菲尼基這樣子喔 它 其實 這個Phoenician Script 它其實是沿用於 一些過 過 埃及的文字這樣子 那 呃 下面這邊有比較 詳細的解釋喔 這邊 不過呢 我們必須要看這麼仔細喔 我 我只希望讓大家了解到 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的字母啊 其實 嗯 跟 很久很久之前 是跟 Phoenician Script 就是 菲尼基的文字 是很有關係的 那時候呢 因為這個 這個 菲尼基的文字啊 它 基本上它只有 24個不同的 letters 這樣子 那其他的話 有很多很雜亂這樣子喔 所以 因為它比較少 然後 所以它很容易讓 那些商人 學會這樣子 那 另外一個 克色呢 呃 它這個 Phoenician Script 它是可以 用來記錄字的 文字的 但是那時候 這個 還沒有母音存在齁 所以 可以看到之前的 它們發音其實是比較困難的 就比較有輕的音這樣 克克這樣子 克克 這樣子 這樣子喔 所以呢 這個 能用來基因的話 就很像Burple Muffin這樣子喔 所以你不管 任何語言 都可以用Burple Muffin 要記錄下來對不對 那時候 呃 通用的Burple Muffin就是 Phoenician Script 所以可以用來 記錄語言 寫下其他的語言 這樣子 因為 這樣子的話 所以 那邊就很流行齁 那我們下面這邊 可以看一下 就是 它大概是長這樣子的 OK 你可以看到 這就是 Phoenician Script 就是飛行機的文字喔 這個 這個就是A齁 它 後來就變成 拉丁文的A 那下我們的Alpha 就是這樣來的 那其實這個 它 這個是什麼造出來的呢 就是 就是 公牛的意思喔 OK 那我們等一下其實 會看到更多 你看到這邊 是不是一個尖劍兩個角 OK 這兩個角 就是 公牛的頭 那這個 這個地方就是 公 公牛的頭 然後這邊是公牛的腳 這樣子喔 那後來呢 你會看到這個字是 欸 是 平的寫的喔 那後來 你看到 然後 倒過來 變成A這樣子 然後 這邊是Alpha 變成A這樣子喔 就是 希臘文跟 拉丁文 那你可以看到還有 跟房子有關啊 跟陀螺有關 房子跟有關的是V 那跟陀螺有關的是C 這樣啊 那D是跟門有關的 點點點齁 那這邊的話 其實 我們 嗯 稍微簡單看過就好 因為我們等一下 會有更詳細的解釋 嗯 可以看到 這些其實 菲尼基文都是 像型文字 所 衍生出來的 或 所 那個 嗯 創造出來的 所以其實我們最早的單字 跟 跟一些形體是有關係的喔 所以 英文也不一定是有 是平的文字喔 像這些 可以看到就是菲尼基的文字 這樣子 然後呢 菲尼基人因為通商啊 然後呢 到處 把這些文字傳傳去 傳去 那傳到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叫做希臘 OK 嗯 那傳到希臘的時候呢 嗯 希臘人就調整了這個 一個 Valutian Script 因為 Valutian Script 它有些 音其實是 它其實不能 代表希臘的語 那個音這樣 就是有些 嗯 像 台語跟國語 或是 嗯 客家話跟台語 看有些音就 台語就發不出來對不對 那客家語可以發音 它也就發不出來 所以呢 你看看那邊的流行文字喔 流行語言齁 嗯 就是傳到希臘以後 希臘人也想用啊 可是 有些音他們就 沒有對不對 那 那些 就是那些字母 欸 希臘人就是 那些字母那個 原本的 Valutian Script的字母喔 它不能表示 如果希臘的音的話 欸 他們就稍微把它改變一下 然後變成他們可以發的音齁 就讓它加入了母音的元素 這樣子 也就是說 從那個希臘文時代齁 就開始有母音了 為什麼要母音呢 其實 因為 希臘人的語言中 他們母音是蠻重要的齁 他們沒有母音的話 他們發音會很困難這樣子 不像其他地方 只有 子音他們就可以發音了齁 那 下面這邊的話 我們一次簡單看一下 就是 希臘文 像Alpha Beta Gamma Data 這些大家都是蠻熟悉的 對不對 OK 西瓜 西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